月昆仑静登圣山 绍军飞没事吧 你们如何当差的 月昆仑寿天神护佑 自能平安登顶 除非 除非神不认他 岐父一世从未出过差错 今天都会衰了 他是大爷人 神明根本不认他 就是我们强行上山 肯定要遭天遣啊 多谢神明招事 多谢神明招事 少军飞 您的脚不能粘地 岐父的吉时也不能错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山路绵延 终有尽头 上次在山洞 也是你为我赢的路 我本该向你道歉的 我本该向你道歉的 我已经有了曲龙 你还不肯向前往 我心恨 若命运太不肯 我剩下于你的 爱不肯 奈何坠入深渊 我心恨不肯向你道歉的 我不肯向你道歉的 还要向你道歉的 寂寞的爱 少俊飞 马上到时辰了 爱不肯奈何坠入深渊 如果是一场已注定的悲伤 爱是一场无尽的流浪 心中的鼓劲已经恢复着的地方 是奢望 是幻想 是悲喜 长日月之神 辉光万智 后日月之主 神域灵险 求日月之光 普照照显 神光万丈 福泽降临 神光万丈 福泽降临 回不去的地方 是奢望 是幻想 是悲喜 是一面的光 是奢望 是幻想 是悲喜 是一面的光 回望昔年 何拜日月 执手结为神世夫妻 未夕阴缘树下 勿结红线 三生史上 错漏性命 今 日月神灰依旧 然 夫妻情分挥散 从此 望眉莲粉面重扫 金簪出脸 便想春光 再结良缘 大祭司那边有消息了吗 少君放心 大祭司已经去见主君了 很快就会有消息 属下多嘴啊 少君您这刚回来 不曾歇息片刻 便就开始忙合理之事 待父君同意了合理之事 梅林便彻底自由了 属下不明白 少君您爱慕少君妃 为何还要与他合理啊 这雪龙须 是老天给我的机会 他能放下前尘往事 以时万幸 如今花期将至 待他解读之后 若本君再编造其他理由 将他强行留在旁宫 那便才是真的邪恩图报了 那少君您的心意呢 至少也该让少君妃知道啊 他若还背负着少君妃的责任 我向他坦诚心意总是负担 只有合理后 他才能做回真正的梅林姑娘 用他自己的意愿 选择留下或者离开 可少君您付出了这么多 属下愚见 少君妃刚放下锦王 此时并非合理的好时机 我觉得 应该让梅林姑娘多留一些时日 少君您的赢面 才会更大 本君要赢的并不是锦王 而是梅林的心 少君 怎么样了 恭喜少君 王上已经同意合理 我根据天相告知王上 岳昆仑的神女之力 已从梅林身上离开 王上并未起疑 ğl瓶子 好 好